哈喽大家好我是Ryan 欢迎大家收看海国乐器指南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世界上最有名的破音 Ibanez Tube Screamer 在这个评仰当中 我们会深度的讲解器材的介绍以及应用 所以请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欢迎回到海国乐器指南 你们知道重金属四大编军团Metellica的 诅咒吉他手Kurt Hammett 电吉他演奏派的先驱Eric Johnson 流行旁客天团Green Day的Billy John Armstrong 以及蓝钓摇滚大师Gary Moore Steve Revan Joe Banamasa 还有John Mayer 有什么共通点吗? 答案是他们都有使用来自于Ibanez的 Tooth Screamer破音效果器 那什么是破音效果器呢? 在很早期的时候 当电吉他手们将真空管音箱 开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们会发现音箱会自然的展现一些破音的音色 那他们觉得这种声音非常的迷人 有着非常粗犷的颗粒感 以及很强的延音 不过呢 在早期使用真空管音箱的时候 都需要把音箱开得非常大声 才能获得我们非常熟悉的破音摇滚音色 而渐渐随着电路的发展 开始有了所谓的单颗破音效果器 我们可以使用像是这样子的一颗单颗效果器 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破音 而这颗Ibanez TS808便是最早期的破音效果器之一 也是最经典的一种破音效果器 自从1979年发行之后 Ibanez TS808便以独特的中频凸起 广是我各个曲风的电吉他手们喜爱 在无数的效果器盘上都可以找到Ibanez TS808的声音 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破音效果器 那之所以他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非常的万用 在吉他的频率处理上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区段 低频、中频还有高频 低频是在处理声音的低沉还有重量感 高频则是在处理声音的亮度 而中频则是在处理声音的厚度以及存在感 那Tude Screamer 是一颗中频比较突出的Logan Overdrive破音效果器 在频率的分布上自然中频会比较多一点 而Logan的意思是说他本身的湿针或者说破度并不会太凶 可以保留原本弹琴的音色细节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有存在感的大颗粒音色 那你就可以使用Tude Screamer破音效果器 尤其是在像使用这种单线圈的实音器的时候 可以大幅增加你吉他的声音的厚度 这样子的话就很适合在Solo的时候使用 像是Jumair跟Steer Vaughn 都是使用Logan的设定来帮他们的Thread增添厚度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全部的旋钮至终的声音 以后再听听看全部了 不容量的音效果 这个音效果来讲 这个音效果计算是数字阳 非常的过分 像是不可放弃的音效果 所以我们的声音就听起来比较厚度一点 Tune Screamer 最常被使用的设定就是在Low Gain 的设定 意思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破度调小一点点 然后音量跟Clean Tone 比对一下 而且在这个设定之下它已经会有一些自然的压缩感 会让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更强壮一点 Zither Harp 然后接下来可以调整中间这个旋钮 这个Tune 是在控制我们高频的量 所以可以针对我们琴的音色来调整我们声音到底要多亮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双弦弦的琴 声音比较暗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Tune开得比较大一点 而如果是单弦弦的琴 你就可以把它开小一点点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接下来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破度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颗overdrive 钮再调大一点 但这个时候Tool Screamer 的声音会变得延音比较长 破音的颗粒也会变得比较绵密 是一个很经典的蓝调音色 我们先听听看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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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简单来说呢 Tooth Screamer 的调整方式 就是先来调整我们的Gain 来设定我们想要的破度 然后这个时候用音量 来调整我们开关的时候的音量平衡 然后再利用Toneer 来调整我们希望的亮度颗粒感 除了在Clean Tone的音箱上 单独使用Tooth Screamer 之外 其实Tooth Screamer 顾名思义就是要放在一个 已经失证的真空管音箱前面 让输入的讯号更强 让音箱听起来更凶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Tooth Screamer 穿在其他单颗破音效果器 或者是破音的音箱前面 作为另外一颗破音的Boost 像是Eric Johnson Joe Banamasa Kurik Hammett 就是使用这样的破音手法 我们首先可以先把Overdrive 这个旋钮全部关到最小 然后这个时候 利用Level这个旋钮 来把我们吉他讯号放大 炼器 Tooth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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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使用中間的這個痛鈕來調整我們破音的顆粒感 像是 Metallica 的 Kirk Hammond 就是以這樣子的設定來讓他 solo 聲音聽起來更突出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把痛鈕關小的話我們的顆粒感會變得比較綿密沒有那麼的銳利 像是 Eric Johnson 就是使用這樣子的設定 好 那以上就是 Ibanez 2 Screamer 的介紹以及開箱實際應用 2 Screamer 真的是一種非常萬用的破音效果器 除了像這顆 TS-808 之外 Ibanez 還有 TS-9 還有 TS-mini 是每一個電擊他手一定要接觸過的一顆破音效果器 好 那你們都是怎麼使用 2 Screamer 的效果器的呢 在下方跟大家一起分享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對於 TS-3 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到 海國樂器 仍愛旗艦店以及各大通路參觀選購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直接留言告訴我 感謝大家收看海國樂器指南 我是Ryan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